这盘棋讲解是王天一对赵国荣的第四次交锋 本局是2010年的个人赛第七轮 我们来看一下 这盘棋呢是由中炮 三兵对着平方把三足走成 虹方这里形成的是武器炮 黑方的话走了一路从边线杀出招法 这里的话是要持兵危险嘛 虹方先守住再说 黑方不能对啊 中中是空头呀 所以对方先补强中路 虹方的话继续调局 你现在如果对还是要丢中足 所以呢正常你要补视 但是你一旦一补视 他就会掌鞠给你去对鞠 你不对你的位置就差 慢慢欺负你 所以黑方呢决定把鞠拿过来 来威胁虹方的炮 虹方就对鞠啊 正常是要捉炮的 但是虹方可以拆炮将来飞向去打 那这个棋王家梁曾经赢过流电中 所以黑方的话 这个棋其实是不敢吃炮的啊 这边拆炮打死去啊 所以他不上当 点进来之后呢 虹方不是 黑方的话就炮八进二 这里虹方就炮七平六 那么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踩掉这个兵以后呀 如果你吃我就杀 将来从底线突破你啊 你要是过来吃我这个 我就会把他打局 就这么一招棋 黑方巡河炮 他的目的是将来我吃掉这个兵以后呀 你就不能过来吃我 否则会把他打你 所以这样的话 虹方这个棋也是平炮 你踩掉之后呢 我将来上马踩局 把你赶走 黑方先退 稍作人让 虹方的拆炮 先把项链起来 黑方一分炮 准备从边线进去 这个棋啊下底炮很厉害啊 虹方以退为进 这里要对子 换掉这个马之后 其实呢 黑方自己的七路马太弱 所以呢 没有马上来助攻 这个棋前的尴尬 这儿他选择上马不换 虹方的话飞向 黑方就进去 这儿虹方迫使黑方做一个交换 黑方也换掉一个炮 将来的话他捕适 虹方甩鞠过来 还是要威胁对方的马去 结果呢 这个棋啊 他准备下一步啊 有机会就上马踩鞠 反正你不能将 一将我就对炮 对完之后 你威胁不到我的马 我可以进去吃你的马 所以他在欺负黑方 黑方就不满意了 平局给他摁住了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反正你马上不去 你进去吃 我这边也有根 不怕你 这样的话 虹方就点进去 他的意思是我吃完之后 可以冲三兵 威胁你的河口炮 那黑方肯定不愿意 赶快去对吧 对完之后呢 看似好像吃了个中足 但是你吃完之后呢 他把香给打了 这样的话 他就香掉 然后呢 这边打掉 打着香也只有上马 黑方这时候就上马 看着自己的足不丢 这个棋你要是敢吃马 他就踩着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棋非常厉害啊 那么在这样的棋的话 这里红方也是不愿意 那他就退 到这儿肯定怎么走 黑方拘一平二 肯定想拘炮底线出棋 这儿红方的金炮打马 他是想破相 但是黑方上马之后呢 这个相你还不敢吃 一吃你拘炮就会受制 将来这个棋 他底线一将就可以抽拘 你不想丢拘 就得去落相给他吃 他打一将 你上来再点人家上天 老将上三楼之后呀 这马可能浑水没就上来了 冲兵他也上来了 所以这个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临场呀 红方在这儿就不敢吃这个象 其实到这里 红方可以考虑用马去采足 狙不能吃用马吃 我朝将军啊 这个棋比较厉害 黑方虽然先手可以发难 但是的话 你将军他推炮 你下提炮 他狙快跟住你的后炮 将来对个炮 你还是只多一个项啊 也不够赢 所以这个棋的话 红方有机会去求和 所以这个棋啊 以攻带手思想很关键 临场的话 红方没有下出马 四进三 王天一走了一步知识啊 担心对方底线出棋 他是想跟对方放手一搏 下一搏 吃相杀着马 他是想欺负对方 马上不来 但是没想到自己啊 他阵性反而出了问题 那这儿人家退回啊 就抓炮去了 现在这个棋啊 如果给你机会换啊 换之后看似是把马吃掉了 还破了个像 其实人家这里反而抓试 把你试相也破 你这边啊 不敌啊 黑方这狙炮足还抢攻在前 所以这儿这个套路太深啊 王天一看上当了 赶紧退回来 不敢对啊 接下来这棋点一下 那现在你像也吃不了了 那人家这边呢 随时还破你试 这儿赵国荣没有破啊 先退了一将 他是走那个足袭机 意思是把马先上来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也是未成谋啊 因为毕竟 红方将来这个马一踢进去 这中炮一放 举甩过来 他左边还是有压力 所以他不着急啊 先把马运上来再走 反正你又不能补试 他随时可以吃 不着急 那红方就先举过来 赶快吃炮 想解围啊 那黑方肯定是将军 那这一将的意思主要就是不让你归位 啊 你不让我下敌炮 我就不让你舒服 这样的话你手就让开 然后这个棋 红方肯定想舒服啊 出老帅 要捕食逃跑 这儿的话你浸泡也没用啊 担心他退去吃你 所以呢 黑方他索性先退回 吃中兵 这样红方你得过来去保中兵啊 黑方这时候就浑水墨一杀过来了 红方向掉以后 黑方上来一登霜 这个时候你居闪开中兵没了 你要吃麻的话 看中兵你向又没了 觉得这红方也是非常无奈的点拘了 这样吧 向一踩 黑方这次就杀进来了 那这棋 红方也确实是没办法 方中炮向旧瓶三偷一下 黑方就挑马一将 红方到这里又不能填马 否则就丢掉了 所以的话你这个棋啊 看着好像杀人家 其实是杀不到的 他炮起瓶六一将 你非耻不可 回马来将不去抽了 所以铁门上不成立啊 那红方就逃了 接下来黑方拘二平五顺势一将 到这儿就再出 抽着铁啊 打向 所以呢就先忍让 这里一划马四平三跳进去 红方想对杀一下 但是呢 黑方这个棋他回马 速度非常快 红方呢就退了一步 他是担心人家炮一踩 这铁马对铁炮兵肯定杀不过啊 所以到这儿想对杀 就没考虑防守的问题 这边的话 黑方先破个式 不着急 随时可以将 红方也就好上吧 放手一波了 黑方人家这里走了个退居回去 就先抓马 把你将持你 那你现在回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交换 换了之后呢 还是这个拘炮组 所以红方到这儿 确实是进退两难 不要憋屈 于是呢就认输了 这盘棋 赵国荣获胜 这盘棋将近是 欲佛杀佛 这是五阳碑的第二轮 红方是渝华 黑方是蒋川 开局是飞向 对国公炮 这里红方上鞭马 黑方也上鞭马 这儿他是快速出狙 那么红方也出狙 准备就是吃炮 让对方补视 不给他拘过来 黑方赶紧过来 先抓炮 抢先手 红方马跳到河口 将来就是针对 黑方的这个足作文章 黑方尽弃足 不管 这儿的话 红方先出狙 那黑方也就飞个向 红方平炮 进行腰队 这是一个简单的 移形换位 通过这样一个交换之后 那么黑方进炮 要把红方马逼退 红方一踩炮 任人先手 这儿的话 趁机把狙拿出来 那么黑方 先进足 活动自己的马 红方进狙 准备压马 黑方就准备推炮 把狙 赶走 如果你要直接压的话 他看住 所以你还得走 这样就浪费了部署 那红方正常上马 黑方把红方逼退 然后呢 把狙两出 这儿红方挺兵 黑方就守住 接下来推炮 这是一个灵活的选择 如果你要进狙吃马 他可以呢 退一个窝心马连环起来 没有用处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上马到河口 红方准备炮打 编足牵制黑方 黑方进炮 这儿红方同样是 卧行马 那么进炮 意思是为下一步 上马牵进来 踩相做准备 这儿红方就先逃开了 黑方这个时候 也是不敢进来 担心呢 将来这个平居过来吃炮 炮一走退居 把马勒住呀 这个棋你将来看也看不住 所以的话 黑方就冲 这儿也就吃 然后呢 这个棋看住 通过这样一个转换之后呀 红方是有先手 黑方的平居抓马 红方就往上冲 到这儿是希望你进足 刚好可以炮打过去 加以牵制 所以黑方不上当 补了个是 红方这个时候 选择的是进居压住 还是在等你走这个租武精英 对方出老将 想偷袭底线 红方就捕失 黑方呢 就先把马退回去 下一步呢 租武精英 要胁迫红方的马 红方抢先一退 黑方就一对 双方进行了一个转换 那么这儿红方就上去 控制了河口 这个马可以控制 黑方两个马 所以红方到这里呀 也就去有先手了 黑方现在强行上马 红方就渡个兵 黑方吃一个 红方过一个 找机会要打另外一个足 那么这个马 现在只有硬要头皮往里切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是抛进一步 将来想按住它 黑方呢就放中炮 准备呢 打出来一个回马偷杀 所以红方就上马进行腰队 看住了中兵不丢 黑方也只能接手交换 双方对掉以后呀 下也不可能压马 对方赶紧逃 这儿就牵住 走开之后打向 那么进中足 把马腿遍住 红方呢先平兵 把炮赶走 准备再跳江 吃对方的足 黑方呢就退 红方这里就先平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就拆开 红方就进炮 威胁中足 这儿的话 这个气啊 那么黑方打掉了 红方也打掉 黑方想去串打 红方一将可以逃跑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气啊 对着炮 红方肯定不对 这里的话 如果你先持中兵 他就会兵武平四 卡住相 有相不能回 如果你飞向的话 就兵下去 服务杀招 所以的话 这个气啊 临场对方就不敢吃兵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 就先把相落回 下边得吃 红方也就平炮 不让吃 找机会要冲兵 所以黑方可以考虑 炮进一步 不让冲兵 找机会这个足过来 把兵抓死即可 临场的话 黑方上马 刚好就被红方利用一下 这儿的话 他看似下底炮 但是你没有足的配合 单靠马炮是不成奇的 红方回马的意思是掩护自己 将来卧槽之后 再过兵 黑方先将之后呢 守住 踩着炮 不让你过兵 那红方就进了一步 黑方想对炮 红方就卧槽叫杀 眼看三子要成杀 黑方不得已回马 通过对炮结尾 红方顺势就过兵了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连过双兵 黑方呢 相守合就很难了 红方也是一鼓作气 把对方向给破了 最终想破事 对方不肯 然后就运马 这个时候吃完 他是有一个回马 将军就进啊 闷死 所以眼看有啥招 对方只好知识 这儿的话 回马一将 是一个试探英手 这个棋你必须得进去 啊 不能选择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有个马后炮 啊 你看似好像可以堆炮 实则他不直接将甩炮 而是走 先下底炮 刚才你上来之后呢 这边就附有跳马杀 你为了解杀 只能捕士 他先甩炮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老江在二楼 他附有跳马 你下不去 所以你堆炮没有用 他有马在将你 啊 有这么一个杀招存在 所以对方也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这个兵就把试一个破了 破完之后呢 兵在下一步得了 所以黑方上来玩抢 这儿红方退回 啊 黑方也退回 抓兵 红方强占了中路 黑方牵制红方的马 玩抢 红方也就有支持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我炮走开 那这个棋 红方就上马 黑方就退回 意思是 你将军我可以变马腿 不料这个棋啊 红方竟老帅了 这儿的话 对方过足 啊 悲水扯心 现在象一落呀 太厉害了 对方再过 啊 红方走了一步 马三进 这儿黑方也就 憋住了 结果红方呢 骑兵太经典了 你要吃 他就回马 将军杀你 你不吃也就有下 那么这儿回马 就是一将 对方只能 电炮 将来这个棋啊 吹炮回来 对方就抵挡不住了 因为现在只能指示 将军你也就进 下兵拱掉炮 炮一丢肯定输 如果你这个棋 宝炮 拱一将 出来 这个时候 正常回马就杀了 但是黑方有一个 妙手气炮 所以红方兵下去之后啊 将来他气一个子 还能下 所以红方走的简单点 就马他一死 就不让你炮起平 下了不起呢 平兵杀 因为黑方这个棋啊 没有子弟可以掩护中路 所以看着平兵进不来 没有任何办法 到这里将川 只好人输 这盘棋 优化获胜 不停下来 一